来自旧金山国际艺术家 台湾富尔布莱特计划访问学人 澎湖美术协会迎风艺术群各界的艺术家 在笃行石村1889基地举行了交流查会 文化局长洪栋林支持时表示 美国艺术家毛中伟来到澎湖交流 是文化资产与艺术交会 澎湖与国际接轨 艺术交流当先锋 让世界看见的澎湖独特的美 我叫毛中伟 我是来自旧金山的艺术家 然后今天很高兴可以在澎湖 介绍给大家国际艺术家 有Ben James和Alex Dierski 我们三位国际艺术家 现在驻村在澎湖的笃行石村 然后今天准备开幕 介绍大家给我们的作品 然后有板画还有抽象画 还有综合媒材的部分的作品 毛中伟也表示 这一次三人一起来到澎湖创作 希望可以把澎湖的美丽带到国际上 这一次创作结束之后 也即将在旧金山图书馆 会展出一个关于澎湖的特展 希望可以把澎湖的艺术家 一起邀请过去一起展出 从外国人眼中的澎湖 跟澎湖艺术家眼中的澎湖 介绍在国际上 我们的局长一直很用心在经营澎湖的部分 不管是在文化的发展 或者艺文的推广 还有民间的互动部分 那澎湖在推双语 还有双语教育 还有很多特殊 像美术学校 所以我们在前几天 是有教一个 在教学 是把澎湖的国校 小朋友都集合起来 然后我们在教 不同的版画教育 和不同的抽象画艺术的教育部分 那让小朋友可以体验到 国外的艺术家 是怎么样的思考模式 然后怎么样的创作方式 然后我们还有 介绍很多澎湖当地的艺术家 然后进行交流 希望可以组织成一个民间组织 可以推广到国际上面 然后让澎湖的艺术 在国际上也可以看得到 或是让国际的艺术家 可以来澎湖 进行文化交流 可以把国外的作品 跟澎湖的艺术 结合在一起 然后再一起带到独自进 班杰明·詹姆斯 以陶艺 雕塑和版画家 陶艺作品展 与旧金山现代博物馆 加州梅森堡艺术中心 加州市政厅 以及数个艺朗 陶艺术中心 也有点广风际巨了 加州梅森堡艺术中心 有点小梅 在我自己的工作 我喜欢与各种各种材料 藏材料, collage 和分享给大家的经验 我明白 今天是只是一开始 交参与澎湖和 San Francisco 和San Francisco 今天是澎湖跟旧金山艺术界 一个交流的开端 Just a beginning But never be an end Because we will keep working together 我们持续一直努力 And try to build the platform 建造一个平台 For澎湖 artists For澎湖 people 澎湖群岛海洋聚落文化 艺术友情 宫庙传艺庆典 学校美术教育 社区艺术融入 还有花火节迪士尼 100周年盛大迎宾 对美国艺术家而言 都是文化的新体验 三位艺术家进驻工作坊 一直到6月3日 有兴趣的民众 也可以前往笃行石村 新富路6号来参观 记者王海龙报道 是男嘉宾祇 社区权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